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人认为 有了钱 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 如果遇到了不可解决的问题 说明钱还不够多 年轻时努力赚钱 养家糊口 准备退休金 存款 房子等 总爱说一句话 我有钱 养老不靠谁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如愿退休了 过上了自由自在 吃喝不愁 还能看风景的生活 再往后 当一个人到了苟延残喘的年纪 就会发现 金钱不是唯一的底牌 需要和真情 健康 家庭做搭档 因此说 老年人最大的不幸 不是没钱 而是弄丢了以下三张底牌 弄丢了健康 有钱也没有办法花 我的老邻居张叔 退休后 夫妻两个人长期患病 张叔需要坐轮椅出门 妻子需要主拐 因此 他们两个人的生活 不得不依靠邻居 虽然家里有一个保姆 但无法二十四小时盯着 张叔常常说 要不是邻居帮忙 这日子没法过了 买菜上下楼 修理水龙头 缴纳有限费等 都是邻居代劳 不得不说 张叔把花钱的事情交给了别人 事实上 很多老人一旦生病了 自己都管不住身体了 只能任由别人折腾 身体在病房和各种仪器之间穿梭 你想要怎样 却不能怎样 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 就是老人自己生病了 但是 一家老小就在着急 儿女因此耽误了工作 孙辈因此耽误了学习 老伴为此头发都白了 高尔基说 健康就是金子一样的东西 健康比任何东西都珍贵 没有健康身体 其他再昂贵的东西都无福销售 有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年轻人 见人就抱怨自己贫困的生活 社会对他的不公 很多人见到他都躲着走 直到有一天 他遇到了一位老者 他一如既往地向老者抱怨自己的生活 老者听完他的抱怨后说 那我给你一个发财的机会 看你要不要 年轻人听到后 很兴奋地点头说要 老者说 我出一百两黄金 换取你的双手 你换吗 年轻人惊讶地看着老者 并摇头说 不要 老者继续说道 嫌价格低吗 那我出一万两黄金 买你的双手和双脚呢 年轻人错愕地摇头对老者说 无论你出多少钱 我都不会卖我的双手的 老者说 这不就对了吗 你现在还不认为自己很穷吗 你身上可是有比一万两黄金还贵重的东西啊 健康不就是你最大的财富吗 年轻人突然顿悟说 对呀 我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能劳作 能享受生活 从那以后 他便不再抱怨生活 用勤劳换取更好的生活 每个人生来最好的天赋 不是过人的财气 而是一个健康的身体 就像罗曼·罗兰说的 强健的体魄恢复时 智力和创造力不会再生 人的所有成就都需要健康作为根基 有了健康才有生活 才有方向和目标 人生在世 一定要好好善待自己的身体 因为健康本身就是最大的财富 穿着华丽的衣服 开着豪车 可以显摆富有 读书可以体现品味 而健康却是无形的 唯有生病的人才知道有多可贵 我们总是看重有形的财富 却忽视了无形的财富 只要健康活着 退休金多少都没有关系 总得像泉水一样涌出来 源源不断 弄丢了孝道 有钱也买不到像样的家庭 很多人以为养儿防老是假的 如果自己有钱 保姆就可以取代儿女 也可以住高端养老院 享受星级服务 蔡秀琴奶奶今年九十多岁了 有一段时间 家里的房子被拆迁了 她不知道住哪里才好 索性住进了酒店 酒店有服务员 一日三餐都有人送 卫生有人打理 蔡奶奶住得很舒服 也引发了一个新的养老概念 酒店养老 就在大家羡慕蔡奶奶的时候 很多人注意到了一个关键因素 她的两个儿子很孝顺 总是打电话询问情况 有空的时候也会来陪伴 更重要的一点是 蔡奶奶的房子拆迁了 要不了多久 还能分到新房子 儿女可以从中获益 说了这么多 你应该明白了 不管用什么方式养老 都离不开儿女的孝顺 孟子说过 为孝顺父母可以解忧 人老了 有一个像样的家庭 比有钱更实在 儿女在赚钱 老人在帮忙 财富就是无穷无尽的 更可贵的是 一家人在一起 团圆的画面就是顶级的富贵 活着里写道 只要一家人在一起 就不在乎什么福分了 有了儿女的帮忙 老人就活得有底气了 日子甜不甜 显而易见 弄丢了老伴 花再多的钱也不开心 俗话说 少年夫妻老来伴 当我们老了 身边有老伴 可以互相搀扶着走路 虽然日子难熬 但仍旧比一个人孤单着好很多 如果有一天弄丢了老伴 再去花钱 却难以开心了 甚至会堵物私人 产生悲伤的情愫 也有一些退休老人 因为种种原因导致夫妻感情破裂 一把年纪了还要闹腾一番 真的令人喊心 老太太钱某一直在冒领已雇丈夫王先生的退休金 数额达27万之多 早在2009年 王先生因脑梗住院 当王先生病情恶化之后 钱某没有积极关心丈夫 而是和医院闹别扭 接着就拒绝陪护丈夫 也拒绝各种费用 丈夫病故了 也不处理后事 与此同时 钱某牢牢把握丈夫的退休金 最后 检察院提起诉讼 钱某因遗弃罪 诈骗罪获刑 忽然想起一句很不友好的话 罪毒妇人心 当枕边人变成了需要小心提防的人 变成了仇人 那么晚年的生活 就没有办法过下去了 如果老伴过世了 活着的人会很孤单 如果和老伴结仇了 剩下的日子要努力看好自己的钱包 如果老伴变成恶人 家庭就没有意义了 如果你在病房里待得足够长就会发现 陪护最久的还是丈夫妻子 儿女们大多像打游击 做手术时来照顾几天 然后急匆匆离去 有的儿女甚至父母病危 也没空回来见最后一面 到头来相互依靠的还是老夫老妻 我们每个人18岁离开父母 求学做事 20多岁追寻爱情 成家结婚 其余大部分时光都是和伴侣在一起 当父母逝去 当孩子长大 当名利如烟 当人潮散去 当衰老难免 当病痛来袭 默默守在我们身边的人 往往只剩下一个 那就是我们的伴侣 我们的爱人 人说百年修得同传度 千年修得共枕眠 夫妻间别互相怀疑 猜忌 指责 别让谩骂不绝于耳 宽容变得奢侈 付出变得计较 相处变得难受 恩爱变成残缺 也许年轻时讨厌的 伤害的 仇视的人 是年老时 依赖的 需要的 陪护的人 亲密关系 是人生最难的修行 反思自己 哪些需要改变 调整 伴侣 是自己另一面镜子 善待伴侣 就是善待自己的后半生 有句话说得好 羡慕的不是 风华正茂的情侣 而是 搀扶到老的夫妻 老夫老妻过日子 一乌两人 三餐四季 平平淡淡 苦也甜 这才是人生 最后的底牌 总结 退休之后就会发现 每一个家人都很重要 儿女过得好 老人才心安 老伴过得好 自己也能沾光 自己过得好 家人都放心 千万不要在年迈的时候 还有拜金主义思想 金钱真的不是万能的 只是生活中的一种物资而已 如果你想晚年幸福 请牢牢守护底牌 锻炼身体 健康无忧 传承家风 家庭和睦 善待老伴 浪漫到老 生活就像牌举 请握住底牌 才能赢到最后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